最近一般晚上跑的比较多 然后会跑个15到20公里 中午没事的时候也会经常做一些体能啊 核心力量的去点 谈起即将开启的奥运行 阮玉帅充满期待 巴黎当地时间8月10号晚上9点 阮玉帅将作为巴黎奥运会 马拉松大众组比赛选手 站上奥运会的舞台 最近他正一边送快递 一边锻炼 这两个沙袋加一起的话 应该是将近10斤左右 我送货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会绑着 我负责的这个区域 大部分都是爬楼的比较多嘛 但是自从我喜欢跑马拉松之后 我就格外喜欢这种五楼六楼的这种的 我觉得这是对我能力又一个提升 你像尤其是一个六楼 我跑六楼的话 我蹲蹲蹲地跑去 蹲蹲地跑下来 然后我感觉我的能力又提升了一些 阮玉帅是吉林人 2015年 他从老家来到北京 成为一名快递小哥 每天他都会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送着快递 也正是因为快递员的身份 他与马拉松结缘 我刚开始接触跑步的时候 是在2017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京东物流 是北京马拉松的物流服务商 有一些名额 然后给到我们一些小哥跑团 脑比较信任我 就是让我去参加这个马拉松 记得非常清楚 发了一条朋友圈 然后我的客户就是看到了我 要参加北马 他就关心地问了一下我 就这样因此 就是也是让我们 就是挤下了 挤下了缘分吧 告诉我就是要注意平时多跑一些跑量 穿鞋啊 还有衣服啊 很多都是客户告诉我的 在客户的带动下 阮玉帅的成绩越跑越好 他先后参加了北京 石家庄 秦皇岛等地的比赛 并在2021年4月举行的北京半马上 凭借一小时10分31秒的成绩 拿到非职业选手第一名 2022年 阮玉帅迎来高光时刻 成为北京冬奥会的一名火炬手 那天我还在送着货呢 然后领导给我发信息 说玉帅 交给你一个光荣又艰巨的任务 然后推荐你成为火炬手嘛 然后当时就挺不敢想的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还拿着那个木棍 就是充当火炬手那种 还练习了几下 因为我可能是作为小哥的代表嘛 一定要展现好我们京东小哥的竞技神 2021年8月15号 有媒体报道 2024年巴黎奥运会 将首次增设马拉松大众组比赛 百年奥运史上将首次有大众跑者 站上奥运赛道 听到消息后 卵玉帅格外兴奋 然而想要拿到入场券并不容易 根据要求 参与者需在2023年12月31号 23年59分前 通过游泳跑步等不同方式 完成10万运动积分 在抽签决定 其实我还挺险的 然后我是在2023年的12月初 刚刚打到他那个10万积分 反正也挺长时间 然后正好是我们年30 然后跟家里人正在准备年约饭的时候 手机那个邮箱收到一条信息 我一看是那个2024 恭喜玉帅 然后幸运地中签 当时特别激动 巴黎当地时间8月10号晚上9点 阮玉帅将从塞纳河边的巴黎市政厅 开启自己的奥运赛程 沿途将经过巴黎歌剧院 卢浮宫等景点 一直跑到发案赛宫 反程还会经过F5铁塔 其实还是挺充满期待的 因为巴黎也没去过 很难得的机会 像F5铁塔 塞纳河等一些著名的地方 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去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 我特别想去我们那边 法国当地的物流倉库 我想去参观一下 看看他们那边的快点小格 是怎么送货的